7月20首腦峰會將於9月上旬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行 8月15日 全市所有檢查站全部啟動 其中 進入杭州市區的車輛檢查站 將達100多個所有被勒林關閉的店鋪門上貼上了封條 一旦封條被接下 警察將重新檢查後再貼封條 杭州居民朱先生8月15日告訴記者 在廣州設了100多個檢查站 咱們進來的車全部都要檢查 每一輛車檢查起碼也有個十幾分鐘到二十分鐘 他把油箱 連夾層 什麼東西去檢查一下 他看看有沒有違禁品 整個這樣的緊張狀態 他給這個人有一種緊張的狀態 他就是要把城區的人口盡量的跟他親戶 就是人越少越好 人越少出現事情的機率就好 在此之前 杭州政府宣布 8月1日至9月6日 公安將持政、上門走訪 還規定不得運輸、燃放煙花、爆竹等 當局還向訪民發出告知書 強調在峰會期間上訪將案刑訓滋失罪處理 另外 杭州最大的基督教崇一堂也成為當局嚴防要地 據對話援助協會新聞網站報導 為確保G20安全和宗教聚會場所安全 7月下旬以來 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嚴格主日禮拜安檢 每週日投入兩臺安檢設備 在教堂兩個大門口 當局並抽調多名安保人員在崇一堂值班巡邏 崇一堂是杭州最大的教堂主日參加禮拜的信徒接近1萬人 不僅僅是杭州 溫州瑞安也提升了安保措施 當地一位基督徒告訴記者他們患石油器官都要出示身份證進行登記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